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01 今天肖战和杨子的名字同时冲上了热搜 闻到瓜味的我马上就点进去看了 原来是狗仔刘大锤辟谣说肖战杨子真的没什么事 自从肖战和杨子在2019年合作的余申请多指教后 关于两人的恋情绯闻一直在网上传的沸沸扬扬 他们的默契配合和剧中弥漫的浪漫氛围 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无数亮点 许多观众纷纷都磕起了余申CP 关于肖战和杨子的恋情绯闻再次成为热搜焦点 还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 可在我看来 这条热搜却显得莫名其妙 因为两人上次的合作已是六年前的往事 如今各自独立发展 先有焦急 此时再提起恋情绯闻 似乎有些不合时一 02 自2019年陈琴另播出以来 肖战凭借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迅速走红 成为了众多观众心中的偶像 时至今日 肖战在娱乐圈已经拥有了稳固的地位 不仅手握优质的剧本资源 还成为了众多品牌的代言人 如今他在娱乐圈的影响力可见一般 据我所知 肖战在娱乐圈的这些年里 几乎没有负面绯闻缠身 尽管身边时常围绕着带拍和狗仔 但他们似乎总是难以捕捉到肖战司生活的点滴 因为肖战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保持着高度的自律和谨慎 更是因为粉丝们都知道 肖战只专注自己的演艺事业 他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了角色的塑造和演技的提升上 不过尽管如此 肖战的名字却还是时不时就出现在热搜榜上 尤其是当他与杨子的词条同时出现时 总能引起一阵热议 但真爱粉都清楚 肖战和杨子只是曾经合作过的同事和朋友 他们的关系纯粹而简单 并没有过多的纠葛和绯闻 最近的肖战正忙于拍摄新剧藏海船 而他的另一部作品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也已经杀青 并进入了火热的预约阶段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又和杨子一起上了热搜 而同新出道的杨子不仅颜值出众 更以敬业和专业能力赢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他的演艺之路充满了无数精彩的瞬间 比如香蜜成沉浸如双成香如蟹长相思等等 与他合作过的男演员众多 更有许多粉丝说不少男明星是被他带火的 杨子对待每一个角色都全力以赴 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 用精湛的演技将角色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最近他主演的陈欢记在腾讯热播中 他本人也待在剧组拍新剧《国色芳华》 虽然关于他和肖战的绯闻热搜很多 当两人真的就是同事好朋友 肖战对杨子的照顾 也仅仅是哥哥对妹妹的关心而已 我想他们之间的友谊纯粹而争执 不应该被外界的猜测和揣测所影响 04 关于为什么此时会再次传出两人的绯闻 我想这背后还是隐藏着一些炒作的动机 在当今时代 明星的恋情和绯闻往往能够引发巨大的关注度和话题度 从而带来更高的曝光率和商业价值 所以一些媒体和营销团队可能会利用这些绯闻来炒作 以获取更多的流量和关注度 也有不少网友评论 这条关于肖战和杨子的绯闻热搜并没有太多的必要 确实 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态度看待一些绯闻 不要盲目跟风或传播不识信息 不信谣不传谣 毕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健康 和谐的娱乐环境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扣